刺鼻的鲜血尾 令人不适 苏锦反手一划 血震与他之间 建立起一层无形的屏障 这个震法 邪气得很 鸡家主笑嘻嘻地指了一个方向 你往那儿看 苏锦淡淡瞥了一眼 仅一秒钟的时间 足以让他大惊失色 说你是个疯子 你还真是疯得够狠 鸡家主指的那个方向 正是小鹏来里唯一的一处村子 村子里都是普通人 而此刻 他可以清晰地看到村子上方 正有源源不断的生机被抽取 这是在用别人的生机来布阵 此种行径 乐读两字都不足以形容 鸡家主笑得猖狂 若不如此 怎能让你心甘情愿地进我的血震 苏锦反手挥去屏障 灵力化为利剑朝着鸡家主刺去 鸡家主却是笑着 进入了血震之中 同时 血震再次散发出强大的邪气 肆无忌惮地抽取着周围的气生机 就连周身都有一层血物弥漫 见此 苏锦只能被迫跟上 他快步进入血震 并不下一个小型阵法 将血震暂时锁住 他不会外移 却会疯狂汲取阵中之人的灵力 苏锦眼底便不杀意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灵力在消散 是已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解决鸡家主 此时的鸡家主 正笑盈盈地看着苏锦 作为步阵之人 阵法虽然也会对他有影响 但是没对苏锦的影响大 只要他有足够的时间 他就可以把苏锦耗死 两人几乎是瞬间猜测到了 对方的意图 鸡家主脸上的笑容更大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我早有准备 话落 他的身影从苏锦面前消失 虽然还在阵法之中 却不好寻找 苏锦闭了闭眼 他懒得跟鸡家主玩这种破游戏 他选择直接开大招 苏锦反手 寄出四道五雷符 四道符分布四个方向 他跻身于正中间的位置 阵法外面的那层血雾 逐渐被天雷劈散 一道又一道的天雷劈下来 苏锦安静地 受着五雷符的力量 一如之前 将天雷符的力量 化为己有 只不过 五雷符的力量 更强更惊人 同时承受四道五雷符的力量 没多久 苏锦嘴角就溢出了鲜血 鸡家主从阵法中现身 他愣愣地看着苏锦的行为 大骂道 你才是个疯子 还骂我疯 你比我更疯 想要将五雷符的力量 化为己用 可这种行为 一不留神 自己就会灰飞烟灭 那可是五雷符 要有己人 能承受住五雷符的力量 而且 苏锦还用了四道符 电闪雷鸣不绝于耳 风云变幻间 整个小棚来的天空 从蓝天白云 变成了黑云压城 这种可怕的气势 就连鸡家主 都有一瞬间的恍惚 他眼神里 全部都是憎恨与杀意 眼看着他的大业就要成功 为什么非要蹦出来一个苏锦 既然苏锦要拼命 那么 他也拼命 就算是同归于尽 他也要拉上苏锦一起死 鸡家主疯了识的大吼一声 他的身上 溢出了浓郁的邪气 口中更是呼喊着 神尊诱我 紧接着 一股不属于鸡家主的力量 以破竹之势袭来 哐当钻入鸡家主的身体里 他双眼心红 开始不要命地攻击苏锦 此时 聚集了四道五雷符力量的苏锦 一掌拍过去 鸡家主直接后退了几步 苏锦乘胜追击 双手结印 力量如同千军众 鸡家主紧抗衡了一瞬 便口吐鲜血 紧随其后的是一道又一道的天雷 朝着鸡家主劈过去 鸡家主脚下的血震 也开始出现裂缝 同时 鸡家主身体里的那股奇怪力量 开始不受控制 在其中一道天雷 砸到鸡家主身上的时候 他呼得从鸡家主身体里离开 那模样分明是想逃走 好在苏锦眼疾手快 早有准备 几道符同时飞出去束缚着他 但是 仅半分钟的时间包裹着他的符纸 便有了隐隐裂开的迹象 苏锦猛然意识到 这是什么东西 他一跃而起 灵力疯狂涌出 齐齐朝着那股力量汇去 一层层的灵力将邪恶的力量封锁住 随手 他咬破指尖血 飞快化符念咒 金色的符咒 重重朝着被封锁着的力量上击打 虚余间 那股力量便彻底没了 那一瞬 苏锦似乎还听到了那股力量 传来的怒吼声 烈肺的吼出声 不 他的脸上全是愤恨与不甘 苏锦稳稳地落在地上 面无表情地盯着鸡家主 可惜 这个模样还没能维持几秒钟 苏锦就低头吐了口老血 他费力地抬起手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可惜 刚擦干净 就又一口血吐了出来 鸡家主死死看着苏锦 哈哈 你也 也要活不下去了 反噬 你被反噬了 苏锦不在意地 瞥了糟老头子一眼 这会儿 双脚也有些无力的他 直接坐到了地上 刚才那股力量 就是当年天渊神尊残留下来的吧 他有气无力地说着 鸡家主翻了个身 侧着身子面对苏锦 在他看来 反正两个人都要死了 正好唠唠嗑 许氏两人一起同归于尽的信念 支持着他 他竟是颇有几分回光反照之相 就连说话都变得利索了 是啊 当年天渊被灭 我的父亲也参与了其中 只不过 他回家之后 才发现身上有个伤口 一直没能愈合 那是天渊残存的一道力量 他想毁掉 可惜却没能抓住 再后来 阴差阳错 那道力量找上我 我原本是拒绝的 我年纪还小 更是饥饿如仇 苏锦扯了一下嘴角 可惜 你还是跟他混在一起了 鸡家主无奈叹息 我也不想当一个坏人 可是 他提醒了我 明明我们玄门世家那么厉害 凭什么要一直待在荒山爷林里 什么玄门世家神秘 轻易不外出 我呸 说到此处 鸡家主明显有些激动 我要离开小鹏来 我要有自己的人生 我要掌握整个世界 我要 你要死了 苏锦冷冰冰地打断他的幻想 大夜可成这种事 还是做梦来得比较快 鸡家主被打断幻想 恨恨地瞪了一眼苏锦 都怪你 你没出现之前 我的计划 从来没有出错过 不管是凡人 还是京城赵家 陆家 宁家 袁家 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而你 毁了我所有的局 他辛苦布局多年 全毁在了苏锦手上 此时此刻 苏锦无比清醒地提醒他 你的计划的确很不错 但你有没有想过 从来都不是你利用 天渊神尊残圣的力量 完成大夜 而是他一直在利用你 他利用你为他做事 你才是他的猎物 鸡家主没有反驳 他这种老狐狸 怎么可能不知道 自己被利用啊 但是 那种可以掌控 别人生死的感觉 实在是太好了 他喜欢远景身上的紫器 他就可以让人用禁术 改动远景的命格 司空静看上了方家的人 他就灭了整个方家 还把他的孩子送给了他的手下养着 而司空老头失去了女儿 失去了外孙 二十多年来都在痛苦与悔恨中活着 还有京城 所谓的陆家 赵家 即便再有钱再厉害 他也只需要一个算计 就能把他们所拥有的 抢到自己手里 按照他的计划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钱财 还能掌控各种行业的命脉 还有远景的紫器护身 更有无数普通人的膜拜 他的天下大业 真的只差一点 鸡家主重重地咳了两声 回光返照之后 迎接他的便是死亡 甘心地用双手抓着地面 食指军事抓破 冒出了鲜血 这时 苏锦打了个哈欠 疲倦地对他说道 鸡家主 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我 大概还能再活上很多年 我就不陪你去死了 只剩半口气的鸡家主 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死翘翘了 他双眼瞪大 明摆着死不明目 苏锦轻笑一声 很快 鸡家主的魂魄 也跟着烟消云散 他再无转世的机会 他在这世间 什么都没留下 所谓大业 更像是黄粱一梦 苏锦叹口气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他试着爬起来 却发现自己一点力气 也没有了 他慢吞吞地从戒指里 拿出一道逃生专用符 没想到 这道符 居然是给我自己准备的 毕竟他现在灵力溃散 站都站不起来 如何能回到司空家 这道符 竟是刚好派上了用场 苏锦靠着符指 回到司空家主房间的时候 远锦和楚琳他们 正在跟外面的邪物 以及傀儡打斗 场面瞧起来颇为壮观 只是可惜 他只来得及看了一眼 就昏了过去 远锦像是有所感应一样 他回过头一看 正好看到了 苏锦虚弱倒下去的模样 但此时此刻 他不敢分心 手中的符指 不要前世地 往外狠狠砸着 苏锦倒下去的那一幕 狠狠刺痛着他的心脏 这一瞬 他的脑海里 突然浮现了一个阵法 是当初寄望在小鹏来外面 困住他们的那个阵法 许是时刻危急 远锦超常发挥 竟是将那个阵法 差不多完全复刻了一遍 楚灵引他们入阵 这群邪物只知道攻击 如同傀儡一般 在智商方面 他们可以完全碾压 两人轻而易举地 把一大半的邪物 都引进了阵中 如此一来 他们就占据了上风 随后 远锦和楚灵同时扔出天雷符 被阵中困着的傀儡 均被消灭 至此 闯进来的傀儡邪物等 只剩下寥寥几只 楚灵手中的锁魂边 挥得越来越快 也越来越熟练 远锦则是急忙跑过去 查看苏锦的情况 此时 苏锦身上沾了不少的血 脸色苍白如纸 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闭着眼 阿锦 他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 整个人如遭雷劈 修长的手指 颤颤巍巍地蜷缩着 去探他的鼻息 在确定了苏锦还活着之后 远锦下意识松了口气 整个人如同虚脱了一般 自言自语 还好 还好 还好阿锦还活着 楚琳在解决了 外面那些傀儡之后 也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一眼就看到了 昏迷不醒的师父 是 师父 他亮腔了一步 直接摔倒在地 远锦安抚道 没事 一定没事 还活着 听到活着两个字 楚琳闭了闭眼 那一刻 他心脏都快皱停了 楚琳又抽空看了看 那边还在闭着眼的 方之鹤和轩原家主 虽然不知道 他们发生了什么 但方之鹤的情况 明显不太好 他只好在方之鹤耳边念叨 二师弟 你一定要平平安的回来 师父受伤了 我 我努力撑下去 说到最后 楚琳声音里满是哽咽 师父受了重伤 二师弟情况不明 就剩他自己了 他想哭 却又不能哭 他还得护着他们 楚琳的哭诉 没把方之鹤哭回来 却把苏锦惊醒了 苏锦费力地睁开眼 入目的便是远锦红卓眼 无比悲伤的模样 他微微叹息 我没事 听到声音的远锦 人都愣了 阿锦 楚琳听到声音 也匆忙跑过来 师父 苏锦转过头 看向床边 他抬起手 只见凝聚出最后一抹灵力 打入了方之鹤的身体里 好嘞 睡一会儿 说完这句话 苏锦便彻底陷入昏迷 远锦和楚琳 险些痛哭出声 呼的 远锦想到一件事 他站起来跑到床边 看了看司空家主的侧脸 当时阿锦用鞭子 伤了司空家主的侧脸 但现在 他的侧脸已经完好如初 远锦急忙喊楚琳 快 司空世家肯定有上好的商药 楚琳苗懂他的意思 两人翻箱倒柜地 在司空家主的房间搜索了一遍 还真被他们找到了不少的商药 只不过 不知道对阿锦有没有效果 信号 苏锦是在第三天醒来的 他昏睡了两天两夜 刚一睁眼 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阿锦醒了 师父 师父 三颗大脑袋 齐齐凑到了苏锦眼前 苏锦哭笑不得地看着他们 都说了我没事 还不信我 眼前三人 一个比一个憔悴 一看就知道没怎么休息过 苏锦从床上坐起来 感受了一下自己体内的灵力 然后他发现 这次之后 灵力比之前还要浓厚 苏锦指尖微动 浓郁的灵力散发出来 分别落到三人身上 他抢先开口 我也就是睡了两天 你们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样子 三人垂着头都没吭声 明显很心虚的样子 这两天 他们三人一直都是轮流守着苏锦 半步也不敢离开 除了守着阿锦以外 还得跟着收拾一下 机家留下来的烂摊子 幸好 阿锦平安无事 一切顺利 苏锦心知他们是担心他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叹息着冲方之鹤招了招手 之鹤 你来说说你那天的情况 司空家主如何了 方之鹤红着眼 简单地概括了一下 当时他和轩辕家主配合着 寻找外公一魂一魄的踪迹 然而没多久 他们就掉入了陷阱 对方也就是机家主 他挖好了坑 等着他们掉进去 想把他们一网打尽 好在最后 师父的那抹灵力给了他希望 也为他找寻到了生路 这是二徒弟说的倒是简单 但是苏锦心里很清楚 鸡老头那个疯子 既然布置了陷阱 那肯定不是那么简单能逃出来的 辛苦了 苏锦拍了拍他的肩 目光又落在原警身上 机家那边如何了 机家主做的事 人神共愤 轩辕家主起初还有点不相信 直到他看到入口处残留的血阵 至于司空家主 原警顿了顿 看了眼方之鹤 然后才继续说 疯了似的 想要鞭尸 女儿被害死 外孙被带走 一别就是二十几年 司空家主哪里肯放过机家主 反正司空家主 闹腾了一天 轩辕家主带着人 清理了一遍小棚来 又搜了一遍机家 然后在机家主房间里 发现了暗室 暗室里的一些东西 轩辕家主没怎么碰 说是等你醒了以后 再由你做决断 原警将情况诉说了一遍 而后 原警和楚灵 以及方之鹤 三人对视了一眼 他们小声问道 天渊的事 应该结束了吧 苏锦将之前 自己捕捉过的一缕气息 气势留下来的 当时一分为二 一份用来追踪对方 另一份则被他保存了下来 只见这缕气息 在苏锦掌心很快消散 这也就意味着 对方在这个世间 连魂魄都没留下 苏锦沉思了一瞬 才回答刚刚那个问题 算是结束了 毕竟机家主这个大boss都死了 而且 天渊神尊残留下来的那抹力量 也被我消灭了 所以 现在顶多就是 还有几个虾兵蟹将活着 等他们从小鹏来离开 再一一剿灭 文言 三人脸上露出了愉悦的光 这么久以来 他们与天渊斗智斗勇 总算是把天渊解决了 我打算去一趟机家 你们要休息一下吗 苏锦温声询问 他们三人齐刷刷地摇头 不休息 跟着阿锦一起 对的 跟师父一起 苏锦眼底染上无奈的笑意 好 我争取快速解决 幸好 四人出现在机家的时候 轩原家主正在那儿 冷着一张脸 来回踱步 模样瞧起来 心烦得很 轩原家主 楚琳喊了一声 轩原家主回过头 正对上苏锦那张脸 他顿时笑逐颜开 苏关主 身体怎样了 恢复了一部分 苏锦温和地说着 其他三人 早已有了默契 他们十分配合地垂下头 模样有些难过 轩原家主有些心疼 哎 苏关主 我那儿还有些上品药材 回头我亲自拿来 为了剿灭天渊 你受苦了 苏锦没听他叙道 他问道 又出什么事了吗 一点小事 不值得苏关主费心 轩原家主 强行扯出一丝笑意 他压低了声音说 其实是鸡旺的事 鸡老头子死是死了 但他留下来的烂摊子 可不少 鸡家这一脉 只有鸡旺这么一个主心骨 其他人大多 都是没什么用的旁枝 正所谓 强倒众人推 再加上 司空老头在那找事 事情可不就一团糟吗 本来就乱 再加上一个司空家 简直是越来越乱 苏锦点点头 这事我就不谈和了 我主要目的是 来看看暗室里面的东西 这两天 暗室我一直让人守着 除了我们几个人以外 再没别的人进去过 轩原家主连忙到 他转身带着苏锦去暗室 暗室里的东西 几乎没怎么动过 只有他和司空老头子 还有远景一起翻看过 之后就再没动过 苏锦很快就在暗室里 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除了一些关于禁术的研究手闸 还有对天渊的各种规划目标等 他把这些全都放到了一起 轩原家主 联系一下司空家主吧 还有饥望 他打算把这些东西全都烧了 很快 司空家主和饥望赶了过来 饥望跟司空家主 拉开了很远的距离 垂着头一言不发 短短几天 再不复当初模样 仿佛一夜间长大 就连身上也多了几分沉稳的气息 苏锦微叹口气 他诞声说 这些骇人的东西 我现在要当着你们的面烧了 话落 他往书堆里扔了一道符 刹那间燃起了熊熊火焰 一切都化成了灰烬 风一吹 什么也没剩下 轩缘家主 轩缘明呢 我怎么没看到他 苏锦随意问了一句 轩缘家主愣了愣 应该再忙 我要让他再清理一遍小鹏来 这样啊 苏锦的目光轻飘飘地落到远处 哎 我身体还没恢复 先回去休息了 剩下的事 还要劳烦轩缘家主多多费心 好好休息最重要 轩缘家主满心都是感慨 没想到他有生之年 竟然等到了天渊再次被灭 只是 鸡老头子真是隐藏得太好了 要不是苏关主 他到死都想不到天渊背后的人会是鸡老头 苏锦带着远景三人离开 走的时候 楚琳小声问他 师父 我们是去轩缘家还是司空家 师父受伤之前住的是轩缘家 后来师父受伤了 由于他们当时都在司空家 就没乱跑 直接在司空家找了间客房休息 苏锦看了看楚琳 为了让二徒弟跟他外公多相处一段时间 我们当然是留在司空家 楚琳由衷地敬佩 还是师父想得周到 远景脸了神色 他觉得阿景有事没说 苏锦四人再次回到了司空世家 他叮嘱道 你们都好好休息 刚好趁着这个时间养精蓄锐 他们三人老老实实地点头 现在这个状态 确实需要休息 楚琳刚转过身 又猛地回头 他抓了抓头发 反应慢半拍式的 养精蓄锐 是又有什么敌人吗 别多想 我只是觉得天渊的事结束了 我们过几天也该离开了 若是不休息好 这路途遥远 又怎能撑得住 苏锦温和地解释着 原来是这样 楚琳眼底涌上喜悦 天渊的是结束了 他们也可以回去了 不过 楚琳很快就看向方之鹤 二师弟 你要不要多陪你外公几天 方之鹤神色顿了顿 但很快就做出决定 他摇摇头 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起离开 外公虽然重要 但他不可能离开师父和师兄师弟 苏锦欣慰地笑了笑 先回去休息 等休息好了 再好好跟司空家主相处几天 好 方之鹤和楚琳转身离开 原景目光别有深意地望着苏锦 苏锦一正 被他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 你还有事 原景想了想 配合的当作什么都没猜到 没事 就是想说 你也好好休息 我会担心 这话是原景笑着说的 他说完就离开了 但苏锦却觉得脸有点热 他摸了摸脸 好像确实有点热 星号 轩原家主把手上的事 处理完了以后 愉快地回了轩原家 刚进家门口 就看到了轩原明 明儿 轩原明听到声音 回过头 温和地望着他 并客客气气地喊了一声 家主 轩原家主皱了皱眉 这儿又没什么外人 我怎么说都是你爷爷 何必弄得这么客气 是我考虑不周 爷爷 轩原明仍旧面色温和 轩原家主却没来由地 多了几分不悦 这副温和的模样 实在令人觉得虚假 他直接转移了话题 交代你的事 办得怎样了 轩原明回到 我已经带人又搜了一遍小棚来 没查到天渊的余念 村子那儿 特意多查了一遍 嗯 做得很好 村子里面都是普通人 是要多加上心 轩原家主说完 又到 苏关主醒了 不过还是虚弱得很 你跟我一起拿点药材 等会儿送到司空家 说起来 我与苏关主 也有过几面支援 天渊的事 幸好有苏关主 轩原明有些感慨 既然如此 那送药材的事 就交给你了 苏关主虽然年纪小 但本事可不小 一定要恭恭敬敬 切不可态度敷衍 轩原家主特意吩咐了一遍 他这几天也累得很 一身老骨头 都快发出抗议了 好 爷爷放心 轩原明垂下眸 掩藏了眼底的所有的情绪 轩原明是在黄昏时分 去的司空世家 一说明自己的来意 就被带到了苏锦的院子里 此时 苏锦正好在院子里坐着 听到脚步声 他回头看了眼来人 劳烦轩原少爷 亲自跑了一趟 能为苏关主效劳 是我的荣幸 轩原明奉上药材 态度恭敬 苏锦随意看了眼 轩原明的面相 而轩原明 也在悄悄地打量苏锦 虚于于 他关心地询问 苏关主的伤势 还没好吗 苏锦摇头 这么重的伤 哪里能轻易痊愈 幸好天渊一灭 他说完便咳了两声 脸色有些苍白 状态一看就不是很好 轩原明压下眼底的神色 又说了好几句关心的话 才慢吞吞地从院子里离开 这时 原警从房间里走出来 他们四人都住在一个院子里 他看到苏锦坐在那 急忙走过去 关心地问他 怎么又跑到院子里了 不是说了让你好好休息吗 苏锦有些心虚 都已经躺了两天 实在是不想再躺了 两人的对话传到轩原明耳中 他这才加快步伐离开 又过了好一会儿 原警才低声道 阿锦在怀疑他 你不也觉得他有问题吗 苏锦反问 原警有些不好意思 一开始没怀疑他 直到听到阿锦向轩原家主 询问轩原明 我才开始怀疑 如果不是阿锦的那个问他 他可能不会怀疑轩原明 苏锦一改脸色苍白的模样 神色正重 鸡家主的暗室里缺了一样东西 那里面连他对天渊的规划资料都有 却没有天渊这些年的窝点记录 天渊发展那么快 还有那么多堂主 我不信他手里没有名单 以及各个窝点记录 而这份记录 对天渊来说 也最为重要 若是外人拥有了他 就算是不能让天渊再度卷土重来 却也能掀起一波不小的风浪 再者 鸡老头子执掌天渊那么多年 依照他老谋深算 走一步看三步的性格 这是绝对还没结束 他出其不意这一招确实很优秀 但他可以肯定 鸡家主还留有后招 至于他为什么会怀疑轩元明 实在是因为 这几天轩元明突然变得安静 过分的安静 安静的近乎异常 再加上 轩元明那看不透的面相 苏锦眼神冷了冷 我们两天后离开小棚来 启程回京城 把这个消息告诉之后 让他跟司空家主道别 到时候 这个消息自然会传到轩元明耳中 好 远景应下 起身离开 苏锦瞧着他的背影 不得不感慨 远景做事越来越熟练 就连他们之间的默契 也越来越高 方之鹤对回城这个消息 并不觉得突然 但是司空家主 明显有点接受不了 司空家主心态 都快崩了 他无比心痛地找到苏锦 眼泪汪汪地瞧着他 苏关主 我跟外孙一共也没相处几天 就这么让他跟你走 我真的很难过呀 我知道我不应该阻拦他 但是你们 能不能再多留几天呢 苏锦虚弱地望着司空家主 这事的确是我考虑不周 但我实在是有要事 要尽快回去 司空家主一愣 他看着苏锦的模样 心中呼得有了个猜测 苏关主 你的伤是不是出问题了 苏锦心虚地转过头 伤势还好 但他这副模样 说的话明显没什么说服力 司空家主也不敢闹腾了 急忙离开 去寻了轩辕家主商讨此事 司空家主把自己的猜测 跟轩辕家主说了一遍 两个老头子 顿时愁眉苦脸了起来 其实苏关主受伤之后 我有帮他把锅卖 他的情况是真的不好 两三天能醒过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轩辕家主惋惜地说着 毕竟当初苏关主用的那种方法 真的不一般 又有几人能承受住五雷福的力量 一不小心 可能就要真的同归于尽了 两人商讨了一会儿 轩辕家主忍不住说出自己的猜测 你说这次苏关主急着离开 是不是有什么法子能救他自己 但他怕我们担心 所以才随意找个理由匆匆离开 不然 没道理这么赶时间 司空家主附和地点了点头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毕竟苏关主看起来真的很虚弱 话音刚落下 轩辕明端着茶水走了进来 明儿 你送药材的时候 苏关主的气色 看起来如何 轩辕明低叹了一声 苏关主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伤势还未痊愈 闻言 轩辕家主挥了挥手 示意他退出去 唉 我再去找找药材 轩辕家主站起身 无比心痛地说着 行了 别折腾了 苏关主的伤势 一看就不是普通药材能治好的 你那点药材肯定没什么效果 要是有效果 他们肯定早就来求药了 司空家主也有些难受 苏锦不仅是灭了天渊的人 还是他外孙的师父 他又怎么可能不担心 可伤势这种事 也不是他们担心就能治好的 两人痛心疾首地讨论着 而轩辕明 在房间外面停留了一瞬 随后离开 星号 两天后 苏锦四人出发离开小棚来 司空世家大门口 两位家主无比担忧地望着苏锦 苏锦的模样 比之前更加虚弱 脸色亦是掩饰不住的憔悴 方知赫小声说 外公放心 我会时常回来看你 但要等我师父痊愈以后 我才会回来 乖外孙 你要好好照顾你师父 要不是苏锦主 你现在 司空家主心痛地捂住胸口 方知赫接话道 师父对我的好 我一直牢记在心 外公也要照顾好自己 有时一定要跟我联系 方知赫也有些挂念自家外公 毕竟司空世家没什么人了 三大世家之中 只剩下老一辈或年轻一辈 像他母亲那一辈的 大多数都短命 早早离世 天道给予了庇护 但同样 他们也要用命来守护天下 薛元家主担忧地开口 苏关主痊愈了以后 一定要跟我说一声 不然 他会一直记挂着 薛元明跟在他身后 神色温和如水 多谢家主挂念 若有好转 定会告诉你 苏锦温和地说着 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 几人又客套了几句 而后离开 两位家主不放心 一直送他们到小鹏来的入口处 这才不舍得与他们挥手告别 苏锦他们四人 可谓是拿出了毕生演技来演戏 尤其是方之鹤 害怕自己哭不出来 提前掐了自己一把 好一副潸然泪下的感人模样 四人离开小鹏来 走了一段路之后 楚琳才小心翼翼地 用眼神询问自家师傅 苏锦轻声道 放心 这条大鱼一定会上钩 这么好的机会 他不会错过 毕竟他现在很虚弱 重伤未愈 这也是杀他的最好时机 错过了这次机会 可没有另一个机家主 再与他拼命 另外三人提高警惕 做好了随时出战的准备 楚琳和方之鹤 在今天早上 才知道苏锦的具体计划 万万没想到 天渊可能还有落网之鱼 不得不说 机家主那个糟老头子 实在是狡猾得很 苏锦见他们三人 捧着张脸 特意伸手在他们面前晃了晃 哎呀 别那么紧张 落网之鱼而已 不必担忧 机老头子他都弄死了 何况是一个 上不得台面的落网之鱼 师父 你要小心 他们的主要目标 肯定是你 师父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嗯 苏锦应了一声 开始闭目养神 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 苏锦呼得睁开眼 他们来了 他提醒身边的三人 花音落下后 又过了两分钟 一道浓郁的阴气袭来 苏锦坐在车上没动弹 方之鹤最先出场 他手中的那把七星剑 散发出冷力的寒光 他的面前 是一只千年厉鬼 一人一鬼 立马打了起来 半分钟后 又是一只厉鬼现身 楚琳拿着锁魂边出场 之前他们去小鹏来的时候 天渊也只派出了一只千年厉鬼 而现在 竟是出现了两只 看来 天渊确实还有后手 下一瞬 又是一只厉鬼现身 楚琳与方之鹤一人 被一只厉鬼纠缠 分身无数 只能眼睁睁看着第三厉鬼 对苏锦动手 远景用符指抵挡了一下 但也仅仅只抵挡了一招 他就被甩到了地上 模样狼狈 苏锦这才慢吞吞地现身 那张脸看起来仍旧憔悴得很 他偏头看了眼地上的远景 远景捕捉到他眼里的寒意 十分配合地喊了一声 阿景 小心 而后 直接昏了过去 苏锦很满意远景的眼界 很好 继续保持 那只厉鬼看着苏锦 反手就是一击 苏锦无法抵抗般地 飞出去鸡民院 他倒在地上 捂着胸口吐出一口鲜血 颜色是刺目的红 厉鬼渐渐逼近苏锦 方之鹤与楚琳费力地 与那两只厉鬼打斗 他们一边打 一边心急如焚地喊着师父 危急时刻 苏锦又扔出一道天雷符 可惜 天雷符的威力不太够 只为他争夺了几秒钟逃跑的时间 他努力地爬起来往前跑 脚步亮亮呛呛 跑了几步远之后 他忽地停下脚步 目光震惊地看着挡在他面前的人 薛元明 你怎么会在这儿 苏锦故作诧异地询问 他的身后 是飞奔过来的厉鬼 整个人好似陷入两面夹击 薛元明勾唇笑了笑 目光肆无忌惮地 打量着苏锦的狼狈模样 苏关主 我们又见面了 看来缘分不浅 苏锦脸上全是嫌弃 缘分 我跟你可没有缘分 这种时刻出现在我面前 薛元少爷还真是不简单 薛元明的目光越过苏锦 看了眼那只厉鬼 制止了他的行动 只一个眼神 他便停在了苏锦身后 苏锦脸上的嫌弃 逐渐被冷意取代 薛元明眼底带笑 你的确很聪明 可惜 还是其差一招 说给了我 他脸上的温和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 猖狂的野心 就连声音都阴森了不少 我原本也不想 那么快对你动手 但是 这个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薛家主用了命的代价 连带着天渊 被毁了一大半的实力 才重伤了苏锦 而现在 刚好由他 天渊新任的掌权人 亲自解决苏锦 他后退几步 看向苏锦身后的厉鬼 薄唇吐出一个冷冰冰的字 杀 这种关键时刻 他才不会浪费时间 更不会给苏锦的那两个徒弟 跑过来救人的机会 下一秒 厉鬼抬手朝着苏锦劈了过去 说实实那时快 苏锦闪身避开 并一把将薛元明 踹到了厉鬼的手底下 那一掌 直接把薛元明批的口吐鲜血 千年厉鬼的一击 他毫无防备 薛元明呆愣了一瞬 他愤恨地回过头 只见苏锦正笑盈盈地望着他 不好意思啊 我也没想到我的演技居然那么好 薛元明眼底满是惊骇 你骗我 他怎么都没想到 事情到了这一步 竟然还会有反转 苏锦有些谦虚地解释 这种事情 怎么能叫骗呢 若是认真算起来 那也是你先骗了我们所有人 我这是适当反击 轻飘飘的语气 说出了最扎心的话 不等薛元明出手 苏锦直接当着他的面 一招解决了千年厉鬼 薛元明大气也不敢出 他站在那 突然变得有些无措 苏关主 你听我解释 不 我不想听你狡辩 苏锦冷漠无情地打断他的话 他打量着薛元明 继续扎心 知道机家主 为什么能隐藏那么多年吗 因为他不仅谨慎 更懂得凡事及不得 他为了他的大业 筹谋策划了二十多年 而你 这才不过短短两天时间 你就忍不住了 就算没有我 你一样成不了大事 薛元明咬牙切齿地盯着苏锦 你什么时候怀疑我的 苏锦瞥了他一眼 你就算拖延时间也没用 我的伤已经痊愈了 你可以死心了 薛元明 累了 毁灭吧 我与天渊本就不是第一次交手 天渊从上到下 都喜欢留一手 或是拉个替罪羊 身为天渊最大的boss 又怎么可能会不留一条后路 再加上 他的暗示里缺少了一样资料 还有你的反常行为 这让我有了一个猜想 他应该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找的你 你眼底的野心太明显了 而他又无处可逃 他知道 只要我进入小棚来 就一定会把他揪出来 这场对决 要么我死 要么他死 若是他死了 这么多年来的辛苦 就等于白费了 寄望是个傻白田 更嫉恶如仇 根本不可能接手天渊 所以 他把人选定为了你 你有野心 又狠又会算计 更重要的是 你想往上爬 你一定不会拒绝他 苏锦每一个字 都清晰地砸到了薛元明心间 没错 就和苏锦猜测的一样 是在前些天的某一个晚上 姬家主找到了他 姬家主给的东西 他实在无法拒绝 天渊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实力和财富 即便被苏锦破坏了不少 但还有很多是苏锦没查到的 而财富和权力 以及听话的下属 全都是他这辈子的梦想 他只要点个头 他就能得到 他曾遥不可及的东西 所以 他真的没有理由拒绝姬家主 薛元明闭了闭眼 我错在了 不够隐忍 若他足够隐忍 等到苏锦离开后 他可以从长计议 慢慢地利用天渊剩余的资源 小心翼翼的发展 可是 苏锦的这一步棋 走得太妙了 苏锦把自己的弱点摆在了明面上 他重伤未愈 身边又只有两个徒弟 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不心动 要知道 苏锦会是天渊一生的宿敌 苏锦不死 天渊的大业 永远完不成 既如此 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机会 只不过 他输了 而这一刻 一直看不清的面相 也逐渐变得清晰 苏锦静静静地看着薛元明 然后后退了几步 与之拉开距离 怎么还是不知悔改呢 他有些无语 紧接着 薛元明冲破束缚 封了式的攻击苏锦 他将身上的符纸 全部朝着苏锦砸去 苏锦脚尖一跃 轻飘飘地挥出一道灵力 刹那间 那些符纸有所察觉一般 原路返回 并落在薛元明身上 他扔出的符纸 有各种类型 一时之间 薛元明的惨叫 不绝于耳 愣是过了几分钟 他的气息才弱了下去 正如他刚才 从他的面相看到的那样 英年早逝 不得好死 这时 元景 楚琳和方之鹤都走了过来 两个徒弟分别解决了厉鬼 很是优秀 他们看了眼薛元明的下场 没什么多余的表情 我通知一下薛元家主 楚琳说道 这么大的事 肯定要告诉薛元家主 苏锦点点头 跟他简单说说情况 委婉一些 毕竟薛元家主年纪大了 好 楚琳明白自家师傅的意思 他转身联系薛元家主 方之鹤熟练地进行收尾工作 苏锦则则是弯下腰 检查薛元明身上的东西 像薛元明这样的人 很可能会把重要资料带在身上 元景见他如此 也跟着一起找那份名单记录 如苏锦猜测的那样 果然被薛元明带到了身上 这份名单上 都是天渊窝点的记录 藏身于京城的那几个窝点 都已经被苏锦一网打尽 还剩几个在各个城市 小心翼翼地发展着 苏锦将名单收好 眼底是愉悦的光 等我们把这几个窝点一起端了 才算是真的剿灭了天渊 谈论间 薛元家主和司空家主赶了过来 薛元家主被打击得不轻 脚步有些晃悠 他看了眼薛元明的死相 便迅速一开视线 眼底全是悲愤与怒气不争 谢谢苏管主为我清理门户 薛元家主有几分哽咽 薛元家有这样一个逆子 我要如何向祖上交代啊 混账东西 混账 薛元家主连骂两声 身子一颤 险些被气昏过去 司空家主只能在一旁亲身安抚 苏锦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 我的伤已经好了 当时察觉到薛元明有问题 就给他挖了个坑 剩下的话苏锦没说下去 他挖了坑 薛元明迫不及待地跳了进去 所以才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薛元明 薛元家主老泪纵横 一个劲地在那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不管是薛元梨还是薛元明 他都教导得很失败 痛心之余 不免回忆起从前 或许是他过于偏向薛元梨 才导致了薛元明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是 他也不曾亏待过薛元明啊 该给的 能给的 他都给了 这时 姬望也赶了过来 薛锦探口气 是一司空家主 好好劝劝薛元家主 而他则是来到了姬望面前 姬望见 姬景靠近 立马温声 喊了一句苏关主 苏锦看着这个傻白甜 心底其实是有几分感慨的 他低声说 若是你不想继续待在玄门世家 我可以带你离开这儿 姬望眼底有一丝亮光滑过 很快便转瞬即逝 他摇摇头 不了 谢谢苏关主 我应该会留在这赎罪 此后一心一意守着姬家 守着小鹏来 守着天下 苏锦想了想 递给了姬望一道传讯符 这道符可以联系到我 也可以给我留言 姬望犹豫了一瞬 小心翼翼地 结果那道传讯符 苏锦转身来到了方知鹤身边 二徒弟 你要不要在小鹏来再待上几天 之前要急着离开 是因为要把宣渊明这条大鱼 钓上来 而现在 事情解决了 自是可以多留两天 方知鹤思索了几秒钟 摇头拒绝 师父不是 还要带我们一起去剿灭天渊剩下的窝点吗 这种事 我怎么能错过 所以 他选择继续前行 苏锦温和地笑了笑 好 我们继续赶路 只不过 这次不是回京的路 而是按照名单上的地点赶路 四人商量好了之后 再次跟轩原家主 他们道别 此时 轩原家主刚回过神 状态也不是很好 苏关主一路小心 若是有事 可以联系我们 虽然他们已经是一把老骨头了 但还是有点用处的 苏锦朝他们挥挥手 这一次 是真的要离开了 司空家主又抱着方之鹤哭了一会儿 才恋恋不舍地放开他 一定要记着外公 我们可以视频通话 随时都可以联系 方之鹤哭笑不得 毕竟这也不是生离死别 司空家主哼了一声 他当然知道 可以随时联系 但是这一会儿的时间 他愣是 把自家外孙送走两次 他心痛啊 但他除了目送他们离开 什么都做不了 他还要守着小鹏来 他还要守着司空世家 继续看着方之鹤离去的身影 平静的眼底之下 满是羡慕 方之鹤有师父有师兄 还有外公 而他 从此以后 只有他自己了 机望垂下头 周身散发着 抑制不住的悲伤 司空家主和宣源家主 回过头安慰道 别怕 以后还有我们两个老头子呢 机望抬起头 终是红了眼眶 车上 楚琳无比愉快地 向苏锦邀功 师父 我刚才一鞭子 就把那只厉鬼打得嗷嗷叫 可惜啊 那么精彩的一幕 没能让你看到 他惋惜了一瞬 立马又说 不过 我觉得我现在 变得很优秀 师父你觉得呢 苏锦配合的夸奖 师父也觉得你很优秀 不愧是我们玄亲观的大弟子 夸完大徒弟 苏锦又开始夸二徒弟 俗话说得好 手心手背都是肉 既然夸了一个 那肯定还得把另一的一起夸了 这才叫一碗水端平 之鹤表现得也十分优秀 为师很满意 哦对 还有袁锦 苏锦又把袁锦夸了一遍 最后 苏锦来了几句总结 这次我们解决天渊 全靠我们几人配合的默契 以及遇到危险 也能冷静思考 为师希望以后 你们可以继续保持这种态度 你们还要积极向上 努力提高能力 苏锦话音刚落 楚琳就开始鼓掌 师父说得对 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 楚琳信心十足 方之鹤也跟着喊口号 一时之间 几人的氛围 愣是变得十分励志 苏锦眼底剩下满满的无奈 忽的 苏锦想到了一件事 他一直没来得及问二徒弟 他有些欲言又止 最后想了想 他偏过头 那句话没有问出口 他也不打算再问他 当时二徒弟拘救司空家主 情况明显很不好 苏锦不知道 他们到底遇见了什么 但他知道 二徒弟似乎不愿提起 既然不愿提起 那就不问了 苏锦拿出一份名单 并按照地址 在地图上圈了下来 修长白袭的手指 指着地图的某一个地方 我们先去这儿 因为距离最近 然后再去下一个地点 把这几个地点全部走一遍 最后再回京城 好不好 好 我们都听师父的 我也听阿景的 阿景说什么就是什么 远景跟着附和 他偏过头看了苏锦一眼 苏锦察觉到他的视线 立马一开目光 看向了别处 楚琳很是敏锐地想到了 之前师父 问他的那个问题 他择了一声 看看师父 又看看远景 似乎也没有比远景 更优秀的人了 他长叹一声 忽然陷入悲伤 方知鹤垂下眸 他脑海里闪现那天的幻境场面 姬家主不愧隐藏了那么多年 刀尖专门往人心口上扎 他就外公的时候 和外公一起陷入了幻境 幻境里是方家被灭 以及他母亲司空静被杀的场景 若不是师父的那抹灵力 或许 他和外公真的走不出来 幸好 他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师父 原本欢声笑语的氛围 忽然变得寂静 苏锦察觉到异常 他回过头看着两个徒弟 一本正经地问他们 师父跟你们说话 你们怎么能走神呢 楚琳和方知鹤两个人对视一眼 我们在想 师父对我们那么好 我们该怎么回报 苏锦傲娇地转过头 那你们慢慢想 唉 徒弟大了 也会有自己的小心思了 苏锦为了转移他们的心思 跟陆志宁联系了一下 陆志宁一看到是苏锦打过来的视频通话 差点乐昏过去 他按下接听 苏锦那张熟悉的脸 立马出现在屏幕上 苏关主 他惊喜地喊出声 苏锦跟他打了个招呼 又问了一下众人的情况 陆志宁愉快地表示 我们大家都很好 你别担心 你那边呢 顺利吗 顺利 苏锦同样心情不错地回答 事情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不过还有几个烂摊子 需要收拾一下 过段时间 我们就会回京城 一听苏锦过段时间要回来 陆志宁连忙汇报 玄清冠修建的情况 他这里也一切顺利 而后 苏锦把手机递给楚琳 正汇报着的陆志宁一抬眼 忽然发现 眼前的人换成了楚琳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愉快的声音换成了鱷鱼 哟 还活着呢 楚琳冷哼一声 高傲地抬起了下巴 这一趟 我的实力进步飞速 他说完就给了 陆志宁一个自己体会的小眼神 陆志宁瞄懂 耸得贼快 哎呀 我的亲弟弟 我时刻都在想念你 你骗鬼呢 楚琳拉着方之鹤 一起跟陆志宁避避 眼瞅着氛围变得热闹了不少 苏锦眼底也多了几分笑意 他们续到了好一会儿 才安静下来 楚琳把手机还给苏锦的时候 小声嘀咕道 等我回去了 我一定要让陆志宁见识见识 我有多厉害 既然你有如此决心 那接下来的旅程 要把握机会 你们两人好好表现 毕竟 除了天渊的那几个窝点以外 再想找练手的东西 可就难了 苏锦温声提醒 接下来的几个窝点 他打算放手给楚琳和方之鹤两人 当然 他会在旁边看着 以防有意外发生 至于远景 苏锦转过头问他 你要和他们两人一起练手吗 远景想了想 反问道 那阿锦会在旁边看着吗 当然会 毕竟我要保证你们的安全 就算我放手给你们 也还是会守着你们 苏锦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我和他们两人一起 远景坚定道 他打算好好发展他的阵法 他发现 阵法并不是很难 很容易就能上手 愿我们接下来的旅程 一切顺利 苏锦轻快地说道 另外三人亦是充满了信心 他们眼眸发亮地 期盼着接下来的时光 除邪捉鬼 他们可以 幸好 解决掉天渊最后一个窝点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月之后 楚琳熟练地收好他的锁魂边 方知和神色淡淡地擦拭他的七星剑 远景信心满满地启动阵法 只听轰隆一声 最后一个窝点 成为一片废墟 苏锦忍不住拍手叫好 他就知道 他的眼光从不会出现问题 不管是两个徒弟 还是远景 都在这段时间里 取得了极大进步 他们进步得越来越快 做事也越来越有默契 他十分满意 三人把属于他们自己的任务完成后 一个接一个地 来到苏锦面前等着夸奖 苏锦也熟练地夸了几句 他夸奖的话 从以前到现在 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 但这三个人愣是听不腻 对此 苏锦也很是无奈 不过 既然他们喜欢听 那他就继续夸 夸完了三人之后 楚琳喜滋滋地问苏锦 师父 我们接下来呢 这好像是天渊的最后一个窝点了 是啊 天渊彻底被剿灭了 苏锦低叹一声 天渊折腾出来这么多事 也算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有一个算一个 大多都是灰飞烟灭 没有魂魄 没有来世 苏锦偏头看向远锦 过几天就是元老爷子的寿臣了 我们回京城吧 远锦有些惊讶 阿锦怎么知道这件事 不管是老爷子还是父亲母亲 都有询问过他 元家举办寿宴那天 阿锦是否有时间 而这件事 他还未来得及跟阿锦说 苏锦无奈地笑了笑 这么大的事 陆志宁都跟我说了好几次了 除此之外 玄清观也快见好了 所以 于情于理 我们都该回京城了 好 远锦音声 紧接着他又说道 我父亲母亲 他们都记挂着你 要不阿锦跟我一起参加老爷子寿宴 苏锦犹豫了一瞬 考虑到他接下来似乎也没什么事 便应下了这个邀请 至于另外两人 楚林和方之鹤对视一眼 那我们呢 当然是一起过去 远锦笑着回他们 都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 他也早把这两人放到了心上 于是 四人约定好了接下来的行程 苏锦四人在这座城市 又稍微休息了一天 次日便一同回了京城 原本按照时间来算 他们可以提前一天到达京城 远锦在用这一天的时间准备份礼物 但是 途中遇上了点小问题 苏锦他们帮忙解决了一下 也就导致时间晚了一天 以至于等他们到达京城的时候 已经是远老爷子寿臣当天了 远锦来不及准备礼物 时间过于匆忙 苏锦只好用顺衣服 把他带到远家 两人先行一步 奈何两人刚到地方 就遇见了远锦父亲远琳 远琳一瞧见他们两人 顿时就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 你们回来得刚刚好 老爷子正念叨着你们呢 哎呀 苏关主真是不走寻常路 别人都是走正门 苏关主从来都是突然冒出来 可是 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礼物 苏锦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是远老爷子的寿宴 空着手不太好 话音刚落下 远锦母亲就赶了过来 我说今天早上 怎么喜鹊一直在叫 原来是有好事发生 远锦你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点带着阿锦 去给老爷子喝寿 远母催促得很急切 但远锦拉着苏锦走向大堂 他才意识到母亲的意思 这是想让他带着阿锦 在众人面前转悠一圈 但是 但是他还没表白呢 远锦神情复杂 父亲母亲 知道他这几个月 都和阿锦在一起 该不会是误会了 他和阿锦的关系吧 与此同时 远琳有点担忧地 瞧着自家夫人 你这也太着急了吧 万一远锦还没跟苏关主 捅破那层窗户纸呢 闻言 远母瞪了他一眼 还能没有一点进展 远锦 对不起 他确实废物 他拖后腿了 苏锦和远锦 快要到大堂的时候 远锦突然停下了脚步 阿锦 等等 我母亲的意思 他琢磨着 这话该如何开口 他不能在阿锦 什么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人带过去 那样一来 今天所有参加寿宴的人 都会知道 他和阿锦关系不简单 他不能在阿锦 一无所知的时候 把他们两人 强行绑上关系 苏锦安静地看着他 一脸为难的模样 见他半上 没说出什么话来 他只好说道 小鹏来入口出的幻境里 我听到了你说的话 还在为一字一句 斟酌着的远锦 突然梦了 他站在那儿 愣了好一会儿 才错愕地追问 你都听到了 苏锦理直气壮 现在他已经不觉得 有什么不好意思了 就你的时候都听到了 感情这种事 也可以坦坦荡荡 何必遮遮掩掩 我也知道你母亲的意思 苏锦又补充了一句 他现在又不是刚下山那会儿 虽说 如今也不太懂人情事故 但远母话里的含义 他还是能听出来的 远锦被一句接一句的话 砸得晕头转向 这 这惊喜也来得太挫不及防了吧 他有些无措 惊喜而又彷徨 整个人有那么一瞬的茫然 向来思路敏捷的他 只觉得 大脑好像有点转不过弯 见他还在那儿发呆 苏锦伸手拽了他一把 快点 我等会儿还有事 两个徒弟到现在都没冒出来 他有点小担忧 而且 他还记挂着他的玄青观 也不知道等会儿 能不能碰见陆之宁 于是 两人一同出现在了老爷子的寿宴之上 不少人都认得远锦 但却不认识苏锦 两人一出现 周围便寂静了许久 直到苏锦走过去贺寿 人群中才逐渐多了议论的声音 那些议论对于苏锦来说 造不成什么影响 苏锦没有准备礼物 只能从之前画好的符纸里面 挑了几道适合老爷子 待在身上的 老爷子一瞧见符纸 立马荡成宝贝一样 藏在了怀里 生怕被人觊觎 他笑得合不拢嘴 连远锦都没搭理 整个人热切地跟苏锦聊了几句 恨不得亲自为苏锦端茶地水 苏锦也很识趣 见后面还有不少人等着送礼 便拉着远锦退开了几步 这时 楚琳跟苏锦发了个消息 表示自己马上就到 苏锦也开始趁着这个时间 寻陆志宁的身影 至于他身边的远锦 笑得跟朵花似的 就是看起来有点呆傻 大概是高兴傻了 几分钟后 陆志宁和楚琳 还有方之鹤都出现了 楚琳率先开口 我们在门口遇见的 亲兄弟 就是有缘分 陆志宁高兴地接话 楚琳讨好事地 给苏锦使了个眼神 师父你猜我为什么来晚了 有好事 苏锦根据楚琳的心情猜测到 这一看心情就很不错 楚琳献宝似地 拿出了几个卡片状的盒子 苏锦接过其中一个 打开一看 眼神立马就亮了起来 大徒弟不愧是大徒弟 这种时刻 他居然弄来了几何名片 楚琳继续说 袁老爷子的寿宴 肯定会来很多人 这正是我们打开人脉的好机会 你说是不是啊 三爷 楚琳言语了一句 等了半分钟 却没人回答他 他诧异地看向师父身边的袁锦 袁三爷 楚琳又喊了一声 袁锦这才回过神 你刚才说什么 楚琳 他疑惑地 把自己刚才的思路说了一遍 袁锦点点头 夸奖道 确实是个好办法 有前途 苏锦哭笑不得地看了眼袁锦 这可是你爷爷的寿宴 我们在这发名片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 不管是寿宴 还是别的大型宴会 很多人的目的就是混个脸熟 再认识一些人 扩展一下人脉 他们也都是这样做的 这也是一种交集 袁锦温声解释 视线没舍得 从苏锦身上离开 原来如此 苏锦了解之后 开始跟楚琳 以及方之鹤 一起发放名片 而且 他们的名片很有特色 玄清贯三个大字印在一面 四个角还分别印了道字 背面是楚琳和方之鹤的联系方式 以及玄清贯的主营业务 捉鬼 算卦 看相 风水等 没多久 几人就把手上的名片发完了 楚琳有些惋惜 哎 名片印少了 主要是时间太赶 方之鹤也跟着附和 大概是名片发放了不少的缘故 苏锦没多久就在寿宴上出了名 年轻姑娘纷纷低声议论 你们看 就那个苏锦 居然在原家老爷子的寿宴上 堂而皇之地发名片 发名片就算了 名片上还印着什么捉鬼算命 简直离谱 骗人骗到原家来了 也不害怕得罪了原家 真是疯了 哎 我刚才亲眼看到三爷过去找他 估摸着就是去找他麻烦了 我的天 你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吗 我跟你们说 他在清城很出名的 他是清城苏家的大小姐 刚被找回来没多久 竟做些招摇撞骗的事 姐妹你仔细说说 好 我来跟你们慢慢说 另一遍 苏锦几人遇见了老熟人 赵家 陆家的人都来了 他们一听到有人发名片 还在讨论玄清罐 便立马冲到了苏锦面前 可惜 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我们也想要苏关主 亲手发放的名片 苏锦诚实地表示 楚林没印多少 已经没了 赵陆两家人惋惜而又心痛 这种好事 怎么就错过了呢 哎呀 只是一张名片 你们也别太在意 过几天 我们玄清罐见好了 到时候欢迎你们捧场 苏锦笑着说道 闻言 陆夫人和陆先生 开始嘚瑟了 毕竟陆之宁也参与了剑道观 他们突然就不羡慕那些得到名片的人了 陆夫人跟赵夫人嘀咕了一句 赵夫人那叫一个满脸羡慕 只不过 几分钟后 陆家和赵家的人又遇见了 他们正在向拥有名片的人下手 两方相遇 各不相让 拥有名片的众人 我们是不是得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哎 那这名片 他们必须要好好收藏 袁老爷子的这场 寿宴结束后 所有人讨论最多的 就是苏锦和玄清罐 有人说 苏锦得罪了袁景 迟早要玩 还有人说 赵 陆两家 为了苏锦的一张名片 险些大打出手 一时之间 众说纷纭 总之 苏锦这个名字 成功地让很多人都有了印象 不少跟赵家 陆家有交情的人 纷纷打探消息 赵陆两家人 也不瞒着 把苏关主捉鬼化妇的能力 说的那叫一个神乎其神 有人相信 自然也有人不愿意相信 外界的情况 对苏锦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他一心都在新建的玄清罐上 眼看着就要竣工 他自是要亲自盯着 楚琳和方之鹤 也天天往玄清罐跑 生怕最后时刻出现小问题小差错 这可是他们师徒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赚来的产业 至于袁景 除了处理袁家的事 剩下的时间都用来纠结了 所以 寿宴那天 他跟阿景到底算是表白了 还是算没表白呢 阿景从幻境里知道了他的心意 但阿景还是愿意拉着他 一起跟老爷子喝寿 那这到底算不算同意了他的表白呢 而且 这都过去两三天了 阿景也没提寿宴上的事 纠结到最后 连原母都看不下去了 我说你废我 你亲天还反驳我 事实证明 你确实很废 纠结那么多做什么 你倒是来个正式表白啊 当然 你放心 就算你被阿景拒绝了 我们也不会嘲笑你 毕竟小仙女确实不是你这种凡夫俗子配得上的 袁景小声反驳 做人还是要有梦想的 她觉得 她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袁母冷哼了一声 不想搭理她 在母亲的刺激下 袁景打算找个时间 跟阿景好好的说一说感情的事 于是 等她赶到玄青冠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阿景在忙碌 那颗想要表白的心 瞬间又被她压了下去 玄青冠就快要完工了 阿景此刻忙得很 她再等等 再等两天 等到阿景不忙的时候 她再表白 犹豫间 苏景发现了她的身影 并冲着她招了招手 袁景快步走过去 苏景问她 家里的事处理得如何了 她离家这么多天 肯定需要几天时间处理家事 袁景瞬间懂了阿景的意思 阿景是特意对我留时间处理事情吗 她试探着询问 苏景点点头 差不多吧 离家那么久 肯定要忙上几天 袁景一直纠结着的情绪 瞬间被抚平 或许是她过于患得患失了 就连一直挡在她心中的那层薄雾 也在瞬间消散 她好似豁然开朗 阿景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有事跟你说 袁景神色坦然 苏景看了眼周围的情况 她领着袁景往外走了几步 说吧 我听着呢 她估摸着应该不是什么急事 袁景鼓足了勇气 轻声道 阿景 我 苏景回过头 认真地看着她 似是在等着她的下半句话 精致的小脸上 浮现一抹淡淡的疑惑 袁景攥紧了拳头 郑重告白 我喜欢你 很喜欢很喜欢 她说完这话 便不敢再看苏景 视线看向了别处 耳根子也有些发红 而这句话 一直憋在她心里 憋了很久很久 此刻 她终于说了出来 苏景愣了片刻 温声回答 我知道 她在幻境听到她的话了 那之后她就意识到了 后来她又问了大徒弟 算是确定了这事 袁景张张嘴 有些无措 大概是没想到阿景的回复 让她如此茫然 她又小声问了句 阿景 我的意思是 我喜欢你 想跟你在一起 苏景也有些疑惑 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吗 袁景沉默了一瞬 她总觉得 她和阿景说的喜欢 不是同一个喜欢 袁景想了想 认真解释 我说的喜欢 是恋人之间的喜欢 不是好朋友的喜欢 在一起 也不是朋友之间的在一起 而是有名分的在一起 她不知道这个解释 阿景能不能听明白 但她算是 把心里想说的话 都说出来了 苏景抿了抿唇 认真回答 我懂了 放心 我会给你名分 丢下这句话 苏景就转身离开 走了两步 苏景又回过头跟她说 后天早上 玄清贯开业 你不要迟到 袁景点点头 好 这么重要的事 她当然不会迟到 但是 但是阿景那句话 又是什么意思呢 袁景不知道 苏景往回走的时候 差点走错了路 楚琳和方之鹤 还有方之涵 三个徒弟排排站 好奇地瞧着自家师傅 方之涵率先道 师傅看着不对劲啊 方之涵跟着附和 我也觉得师傅不对劲 楚琳低笑出声 颇有感慨地说道 哎 你们还小 这种事 你们肯定弄不明白 就别继续想了 她说完就傲娇地抬起了下巴 下一秒 楚琳就被方之涵和方之鹤 一起打了一顿 楚琳 是我提不动鞭子了 还是你们飘了 几分钟后 玄清灌墙外 全是三人的呼喊声与笑声 星号 当天晚上 苏景回了一趟清城苏驾 瑶月和苏政光 看到苏景回来的时候 别提多高兴了 阿景 瑶月呜呜地抱着苏景哭 阿景以后还会出远门吗 这次太久了 苏景有些不好意思 之前回京城的时候 只跟瑶瑶说了大概情况 没来得及回京城 现在想来 是她考虑不周了 我的错 我应该早点回来看你们 苏景低声说道 瑶月和苏政光 哪里舍得让她认错 一家人聊了一会儿 苏景又说 玄清关键好了 我这次回来 是来接你们去住几天 一听这话 瑶月立马催促苏政光收拾东西 不用着急 慢慢来 我去看看祖师爷 苏景说完 就往外走 她来到祖师爷面前 和以前一样 上了三炷香 清烟缓缓上升 苏景向老家尝试地 跟祖师爷说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天渊已经彻底没了 我们几个人 把他仅剩的窝点也灭了 玄门世家那边 人才凋零 我琢磨着 以后可以让玄门世家的年轻人 多来人世间看看 而不是居住在小棚来之中 这段时间 谢谢您庇护苏家的人 如果不是您在 那些想杀我的人 肯定会对瑶瑶他们动手 还有就是咱们的玄清关 见好了 您的精神也塑好了 我这次回来 就是来接您离开的 苏景汇报完情况 有点不好意思的 又说了一句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 我觉得吧 圆景还不错 人也优秀 跟我也十分有默契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祖师爷您呢 祖师爷不想说话 甚至那三柱香都不冒烟了 见此 苏景哭笑不得的红祖师爷 圆景要是跟我在一起 我们玄清关 就又免费拥有了一个苦力 而且他天赋很不错 在阵法上 明显能有大作为 祖师爷 您确定要把这么优秀的苗子 往外推吗 这么好的苗子 祖师爷也很心动 清烟再次缓缓上升 烟雾缭绕 三柱香燃完 苏景郑重地把祖师爷的牌位带走 苏景带着姚月和苏正光 一起到了玄清关 同时又邀请了他的便宜哥哥 以及便宜姐姐 玄清关开业这种大事 姚清和苏江源 肯定是要来捧场的 除了他们以外 苏景还邀请了不少的熟人 比如薛道长 三清关主 还有赵家路家这种大客户 当然 原家的人也要邀请 他们不仅是原景的亲人 同样也是他的客户 星号 开业当天 不少人都提前赶了过来 生怕自己错过了约好的时间 玄清关大门紧闭 门外 站着的都是熟面孔 各个眼含期待 姚月和苏正光 贴心地在外面为客户们准备茶水 原景站在最后面 安静地看着这座道观 这是阿景辛苦攒钱盖出来的 他会好好守护 此时道观之中 苏景看着祖师爷金灿灿的金身 满意极了 金色的光晃的他眼疼 他笑盈盈地 把祖师爷的牌位 放到金身之前 随后又恭敬地点了三炷香 三个徒弟紧随其后 恭恭敬敬地上香 祖师爷 今后我们玄清关 必将发展得越来越好 接下来 我要去迎接客人了 苏景领着三个徒弟 轻快地转身离开 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紧闭的大门缓缓打开 苏景试图四人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与此同时 道观牌匾上的红布 也缓缓飘落 苏景微微抬手 红布落在他的掌心 而牌匾上 玄清关三个大字 显露出来 气势辉煌 带着令人心情舒畅的力量 玄清关自今日起 正式落于京城此处 为了庆祝开业大吉 今天的福祉全部九折 同时 每个人都有给祖师爷上香的机会 排好队 不要急 苏景声音清脆悦耳 脸上是满满的笑意 三个徒弟纷纷各司其职 师父早就安排好了他们的任务 这会儿 即便是忙起来 也很有条理 苏正光和姚跃站在外面 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擦了擦眼泪 苏正光眼泪啪哒啪哒地掉落 还记得我们 去接阿景的那一天吗 那天 我们看到的玄清罐 罐子都掉了一半呢 而现在 阿景凭着他自己的努力 成功地建了新的道观 阿景会越来越好 姚跃也跟着掉眼泪 苏正光低声感慨 当初给他取名景字 是因为我希望 他可以一世锦衣玉食 却不想 前半生如此坎坷 甚至是惊心动魄 不过还好 阿景 还有着属于他自己的锦绣前程 他擦了擦眼泪 如果他的阿景是个普通人 他希望他 可以继续平安下去 可他的阿景 不是普通人 注定了不能安安稳稳 这时 袁景走到他们面前 轻声道 我会照顾好阿景 他一不小心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苏正光和姚跃 齐齐抬头看着他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会照顾好阿景 袁景重复了一遍 有点不安 苏正光和姚跃对视了一眼 最后姚跃认真回他 我觉得 你说的不算 还要看阿景的意思 话音刚落下 苏景也走了过来 什么要看我的意思 他刚好听到了最后一句 有点茫然 苏景问完又拿了纸巾 给他们夫妻两人擦眼泪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么高兴的日子 怎么还哭起来了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 女儿事业有成 当父亲的很欣慰 苏正光叹息着说 眼底染上了洗衣 苏景笑了笑 说道 还有件事 我要宣布一下 苏景转头看了看袁景 苏正光和姚跃眼神一颤 暗叫不好 紧接着 就见苏景拉着袁景 将人拽到了道观里面 苏正光和姚跃急忙跟上 其他人也跟着跟上去 袁景脑海里 突然想起之前 苏景说过的那句话 恍惚间 他好像猜到了 阿景要做什么 这一瞬 袁景只觉得一颗心 砰砰乱跳个不停 苏景拉着袁景 来到祖师爷面前 他认真道 我已经把我们要在一起的事 告诉祖师爷了 祖师爷没什么意见 等会儿你 也给祖师爷上炷香 苏景一语 惊气千层浪 离得最近的是陆家的人 陆夫人一听到这话 震惊不已地追问 苏关主的意思 是跟袁三爷在一起了 陆夫人的声音不算太高 但却引了不少人看过来 尤其是袁林和袁夫人 废物儿子 竟然被苏关主捡走了 苏景坦荡地点头 对 在一起了 正好让祖师爷做个见证 袁景这会反应过来了 整个人乐得跟朵花似的 谢谢祝福 谢谢捧场 回头我亲自登门 给各位送喜堂 而后他又低声问阿景 祖师爷见证 算不算是定下了婚约 苏景想了一下 应该差不多吧 祖师爷见证之后 就不能随意反悔了 闻言 袁景走路的时候 步子都是飘的 这个小插曲之后 便是袁家和苏正光夫妻俩 讨论接下来的后续 而袁景 则是满脸喜悦地 站在那儿 等着所有客户上香 仿佛他也是玄亲冠议员 陆志宁上香的时候 嫌弃而又极度地看了袁景一眼 没想到 到最后 袁景还是被苏关主捡走了 真是运气好啊 早知道 他也死气白赖地 追着苏关主不放手了 唉 谁让他没有袁景脸皮厚呢 薛道长和三亲冠主 分别献上祝福 顺便悄悄地问楚琳 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 经常过来交流交流感情 毕竟 咱们也是共患难的生死之交 楚琳大手一挥 无比豪迈地回答 别说是来交流感情 就算是住在我们这儿也可以 我们玄亲冠 有很多客房 薛道长一把推开自家师兄 楚道友 我被我师兄赶出来了 需要一个地方长久住下来 三亲冠主 你当我不存在 楚琳笑得乐不可知 哎 二位千万别打架 其实师父特意提醒过我 有专门为二位留了房间 毕竟咱们的关系 确实算得上很不错 苏关主一如既往的贴心 薛道长和三亲冠主十分愉悦 楚琳继续说 福尘道人的房间就在你们旁边 刚好又可以凑个老年团 这一刻 整个玄亲冠热闹非凡 姚青和苏江源因为在外地 所以赶过来的时候 时间已经有些晚了 他们到达玄亲冠时 客户大多都离开了 然而 他们两人还没来得及欣喜 就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 阿景跟袁景在一起了 姚青和苏江源无比震惊 我 我还没好好疼阿景呢 怎么就被狗男人忽悠住了 姚青嗷嗷地跑过去 抱着苏景痛哭 阿景 我也能赚好多钱 是啊 我也能赚钱给阿景花 苏江源一如当初那样 豪气地拿出几张卡 递给苏景 苏景哭笑不得 这不是好事吗 怎么又哭起来了 苏景一边安抚姚青 一边打量着苏江源的面相 很好 这一生没什么劫难了 或许偶尔会有些小挫折 但这都不是大劫 对了 袁景呢 姚青擦了擦眼泪 打算找人算账 作为阿景的姐姐 气势上绝不能输 是啊 他人呢 苏江源的反应和姚青差不多 作为阿景的哥哥 气势上绝不能输 他们家阿景也是有人疼的 就算对方是袁三爷 以后也不能欺负阿景 苏景无奈极了 他先回去了 说是准备洗糖什么的 我也不懂 就让他看着办 阿景 如果他欺负你 你一定要跟我们说 苏江源神色正重 苏景沉默了一会儿 才反问他们 你们真的觉得 袁景能打得过我吗 这个问题 好像确实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 阿景的能力 别说袁景 整个袁家都不够玩的 苏景又安抚了一下两人 然后让方之鹤 带着他们去休息 此时 楚林正在跟薛道长 三清关主 他们讲述大战天原时的惊心动魄 没多久就吸引来了姚岳和苏正光 于是 方之鹤把姚青他们也带了过去 一起听师父的英勇事迹 姚青撇了方之鹤一眼 嘖嘖两声 哎 方道长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无情 看来这辈子要助孤生了 方之鹤听到他的话 默默地握住了他的七星剑 我有七星剑 有师父 有师兄师弟 不孤独 姚青 很好 这辈子就单着吧 一群只知道搞事业的道士 晚上 苏景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又看到了师父 师父还是以前的模样 和颜月色地望着他 眼底充斥着欣慰与愉悦 阿景长大了 不仅灭了天渊 还建立了新的玄清观 为师很高兴 并以你为傲 阿景不愧是师父的好徒弟 苏景神色认真地看着归须 这就是师父你抛下我 独自一人上天的理由吗 某人很是心虚地狡辩 阿景 上天这种事 也不是师父我能控制的 时辰到了 功德圆满了 自然就上天了 说完他又道 哎呀 低调 我们要低调 上天这种事 可不能一直挂在嘴边 苏景哦了一声 行吧 他会低调的 归须眼神温和地望着阿景 乖徒弟 玄清观的重担 就交给你们了 他抬起手 动作温柔地摸了摸阿景的脑袋 那一瞬 苏景再次感受到了 汹涌澎湃的灵力 师父 话未说完 师父又从他眼前消失了 苏景平静地睁开眼 从睡梦中醒来 他的眼底划过一抹叹息 哎 师父说走就走 也不知道听他把话说完 他想说 他的灵力已经够用了 没必要再给他灵力 苏景叹息着从房间里走出 他来到玄清观的院中 安静地看着这里的一切 道观恢弘大气 又不失庄重 比他之前在幻境里看到的 少了几分奢侈 整座道观更显得低调了些 这是他的道观 是他辛苦打下来的基业 他会好好守着道观 守着他心中的道 他还会让祖师爷的香火越来越多 玄清观开业结束之后 远景开始着手准备各种事 不到一天的时间 他就亲自给很多人家发了喜糖 以至于 远景有了未婚妻的事 在圈内流传开来 尤其是那些等着苏景玩玩的人 谁也没想到 这个听起来 就是个招妖撞骗的小骗子 居然成了远景的未婚妻 而且 远家人的态度 还非常的卑微 仿佛这个未婚妻 是他们求来的一样 当事人远景 诚实地表示 确实是高攀了 不仅如此 就连陆家还有赵家 也都觉得远景高攀了 不清楚具体情况的人 只觉得离谱 远景甚至还公然放话 我家夫人年纪小 不懂得圈内的弯弯绕绕 别欺负她 被苏景救过的那些人 谁 谁敢不长眼地欺负苏关主 不用远景出手 他们都能出手把人解决了 再者 普天之下 又有谁敢欺负苏关主 怕是闲命长了 不过 苏关主也只是跟远景定下了关系而已 怎么就成了他家夫人 万一以后苏关主把人甩了呢 哎 有的人 不要脸是真的 脸皮后也是真的 远景不以为耻 反以为容 这些人都在嫉妒他 他懂 星号 眨眼间 半个月过去了 苏正光和姚跃回了青城 姚青和苏江源 也各自去忙事业了 玄清冠里 剩下师徒四人 外加一个远景 还有老年团里的两个人 薛道长 以及浮沉道人 毕竟三清官主 也要管理自己的三清官 不可能天天往玄清冠里跑 这天 姚跃给苏景打了个电话 阿景 你之前和徐成风一起开的鬼屋 现在很火 有空你可以回来看看 除了这事 还有一个事要跟你说 有一位叫周大娘的人来找你 说是 你以前给过他一个地址 他现在还在苏家吗 苏景问道 在 就在我旁边 姚跃转头看了看 愁眉苦脸的大娘 苏景声音温和似水 跟他说 别着急 先回去 我安排一下这边的事 很快就回花青村 好 姚跃把苏景的原话 跟周大娘说了一遍 而后又让自家司机 把人送回花青村 周大娘 坠坠不安地站在车前 似是有些担忧 姚跃又细心安抚了几句 放心 阿景一定会帮你 他既然说了 就一定会做到 周大娘对上姚跃坚定的眼神 他点了点头 我相信锦大师 姚跃顿时被这个称呼逗笑了 我也相信阿景 苏景是在当天下午 回到的花青村 一行五人 一起出现在了周大娘的家门口 周大娘听到声音的时候 还有些不敢置信 锦大师 来得这么快 苏景笑着 让楚林和方之鹤去查看情况 这儿有很明显的阴气 大娘放心 有我在 苏景没纠正周大娘的称呼 又温和地跟他唠了几句家常 没几分钟 方之鹤过来汇报情况 师父 这是不难 我跟师兄就能解决 让你师兄注意点 别把屋里的家具弄坏了 苏景提醒道 周大娘看着那两个年轻人忙碌 他又看看苏景 小声问了句 这是你徒弟 苏景点点头 对啊 刚才那两人 一个是大徒弟 一个是二徒弟 我身边这个最小的 是小徒弟 周大娘满眼恭敬 能收三个徒弟 景大师真的很厉害 紧接着 周大娘又小心翼翼地 看了眼苏景身边的远景 这位好像长得更出挑 远景神色温和地解释 我是阿景的未婚夫 闻言 周大娘立马连声道贺 远景神色如常地 拿出了一把喜糖递过去 苏景微愣 哭笑不得地看了眼远景 哎呀 这人怎么还随身携带喜糖 又过了几分钟 楚林和方之鹤走了出来 室友一只孤魂野鬼不老时 天天在半夜里闹出来动静 故意吓唬人 我们已经解决了 苏景又感受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阴气也被两个徒弟清除了 很优秀 随后 苏景送了周大娘一道符 这道符可正宅 周大娘小心翼翼地接过符纸 这要多少酬劳啊 苏景想了想 回到 大娘再送我一包化煤干 周大娘急忙回屋去装化煤干 苏景则是在他进屋之后 拉着小徒弟转身离开 走吧 远景和两个徒弟跟在身后 等周大娘背着个大袋子出来的时候 苏景和另外四人已经离开了 他站在门口只看到了五个背影 不知为何 看到这一幕 周大娘突然眼眶湿润 阿景离开花青村的时候 是孤身一人 而如今 他的身边有徒弟 还有未婚夫 似乎一切都变得很好很好 远处 小徒弟方之涵问苏景 师父 我们接下来去哪 苏景歪头思索了一会儿 为师觉得 反正我们都出来了 不如去各地摆摊算命看下 体会一下人间摆态 方之涵追问 那我们的玄亲观呢 薛道长和福尘道人都在呢 有他们看着道观 不碍事 楚灵飞快地接话 方之鹤也跟着附和 巧了 为师也是这样想的 苏景转头看向远景 你呢 要一起吗 当然一起 远景温和一笑 阿景在哪 他就在哪 他们迎着阳光前行 他们会坚守本心 亦会坚守心中的道 似鼻的鲜血味 令人不适 苏景反手